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 Python 然後來解這個身份證驗證的這個 題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好,那這是題目上面的說明 那 在我們的身份證裡面,第一個是英文字母 然後後面都是數字 所以表示出來就是 A1 1,N2,一直到N9 那這邊呢有一個 這個式子是代號轉換成這個數字 英文字母對應到代號數字的這個部分,還有一個資料在這邊 然後呢最後他要做一個公司的運算 算出他的這個 P值是多少 那最後驗證的是P值如果說可以被10整除 如果被10整除的話代表是對的,否則是錯的 所以input的時候是一個測試的身份證字號 然後呢字母要大顯 那如果呢 符合上面的條件 正確的話要輸出corrected 錯誤的話輸出wrong 這是他的一個要求 那底下是測資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意思是什麼呢 剛剛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英文字母呢 你用符號A1來代表 然後其他都是數字 那A呢 這個 身份證呢 是A開頭的 那對應到他的代號是 10 那10的話他可以拆解成什麼 10位數用x1表示 然後各位數用x2表示 好,所以x1在這裡 然後呢 去加9乘上x2 然後8乘上n1 以此類推 好,那我們把數字帶進來就是像這樣子 1 就是x1 1就是x1 加上9 9乘上x2因為是0 所以乘上0,以此類推 到最後是加n8,n9 就把8跟9 因為我們的測試資料 這個身份證字號的後兩碼是8跟9 加出來之後的p值是130 那我們剛剛講過 條件是 如果說你算的這個值 可以被10整除 那他就是什麼 correct 否則就是怎麼樣 wrong OK 好,那 接下來呢我們就看一下程式碼的部分要怎麼做 好,那我們來看一個 檔案 OK 好 那為了加快速度了 我們就把這個正列的部分 就是 我已經先打好 這就是一個 D呢 是代表dictionary 那a呢是代表他的key 後面是他的相對應的值 好,所以從a到 o呢剛好對應到 我們剛剛題目上的這個a就是10 然後呢 各位要注意一下的是這邊順序的排法 他不是 g ghij 沒有 跑到後面去了 所以他順序呢是有些調動的 那建議各位呢按照 上面的這個 順序呢去建他 所以all呢在最後是35 OK 好,那有了這個資料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要接受使用者輸入 好,比如說 這個input的inid 使用者輸入的 然後呢是input 接下來我們要把資料一一的拆解 放到一個list裡面去 我們 就用list的方式來 裝他 list 括號 input 他就會變成一個character的list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如果print 括號 inid 如果在這個情況來 弄弄看,比如說我們輸入a 123456789 好,那他最後的結果就是 list的第一個位置是a 再來是 以此類推的這個數字 好,那 已經抓到資料之後呢,接下來我們做什麼事情 首先呢,我們要把這個 資料 我們要找到x1x2 好,那怎麼做呢 x1 你看 他就等於什麼 我們要把這個inid 的第0個 把它轉換成整數 好,所以用int去轉 轉完之後呢,因為我們要取得他的10位數,所以我們就用 10 除完之後的3 拿出來就會得到1 對吧 我們剛剛輸入的是a,所以是10 好,那如果要得到x2的話怎麼做呢 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呢 後面 就不是用10去除了 而是 除完之後的餘數 10除完的餘數,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他的數字 好,x2 p呢一開始等於什麼 這邊可以用 好,如果你用回圈的話 就是這樣子 x1加上 這個9乘是x2 然後呢,4回圈4 i in什麼 range 括號什麼 從1開始 對不對,因為 0的部分 0代表是什麼 這個 已經被拿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呢 是到 你的lens data 我們inid 他的長度 對不對 好,然後呢 冒號 那你的p呢 就加等於什麼 好,因為我們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數字是從7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再多一個變數 y一開始為 8開始乘 一開始從8開始乘 好 8乘上 int括號 那這裡面就是變成i 那這個8呢 我們就不能用8了 我們要用y對不對 對,用y去乘 然後每次做完之後做什麼事情 就y 減 等於 1 這樣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 做完,但是呢 最後兩個他是沒有乘任何東西的 所以我們 基本上應該到 這個數字 減2 減2 然後最後面再加上什麼 做完之後我們只要再把這個 加上去就可以了 最後的8跟9加上去 然後呢 再做什麼 if p 百分比 10 等於 等於0 的話我們就print 什麼 correct corect 然後三個驚探號 好 否則的話呢 print wro wrong 然後呢三個驚探號 這樣 好,那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程式對不對 不對齁 執行一下 然後呢 A 123456 789 有錯,我們來看一下 A 這邊因為我們要從資料抓出來 所以這個 不是 這樣子,我們應該是 這邊的紙會變成是 這是 D 括號 然後印 ID 中括號0 這樣子 好,這個部分修正一下 好 說明一下意思 這個是從 我們使用者輸入的第1個 list第1個字抓出來 但是呢,我們用第1這個dictionary去找他是哪一個字母 然後 這一整個會得到 Key之後的Value,所以把10找出來 我會把10找出來,所以這個會變成10 用10去除它,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就不用再轉一次int 我們再試一次 A 789 Enter Correct 好,那我們來測試一下,如果說我的輸入資料是 123456 78 他就出現ROM 好,那我們來把測試跑一下看看,測試上面的資料對不對 這個已經測過了,那我們試另外一組這個,看他是 答案會不會對 答案是ROM,跟這個測試是一樣的 那同學寫好的時候呢,不妨拿自己的身份證來試試看 如果是 對的話 那其實就是一個 正確的一個演算 OK 那以上呢,是針對 身份證驗證器的一個 程式的一個解題,提供給各位參考 不會太有聽說,算是 還有,我們自己點來看,有